前阵子夜市水果摊商台价卖给观光客的手法 闹上新闻版面 一代上千元的水果被认为是载肥羊 引发大众议论 但是在日本高单价的水果却是人人必买的商品 精品农业种出的世界最高米 超厉害香蕉和宝石及草莓 售价虽然高出同级产品数倍 每当新产品上市却还是让消费者为之疯狂抢购一空 他们做对了什么 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 一起学会这三招 让职场身价跟着三级跳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5月1号 科匹所撰写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日本农业透过品牌精品化 让农产品尽管身价不菲 人一上架就被消费者秒杀 成为日本农业界的创新亮点 关于米的故事 其实要从1961年开始说起 在当年东阳稻米猪市会社 成立于日本和歌山 专门生产制米机器 也是国际知名日本金牙米的独家供应商 而社长杂赫庆二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经了物质匮乏的生活 因此喜福的观念 从童年时就深深根植于心中 自行创业后 他所做的所有决定都以不浪费为原则 例如为了洗米过程浪费水资源 也造成营养的流失 就研发出无洗米技术 让消费者买回家 不必洗米就能煮饭 不用洗米就可以吃 这真的是太好了 除了对自然资源的尊重 从小体弱痘病的杂贺社长也相信 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基础 因此为了完整保留稻米的营养 东阳稻米利用精密的粘米技术 在去壳过程中保留米粒上的丰富纤维 蛋白质维生素B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对人体非常有益的糊粉层 结合多种技术后 东阳稻米退出世界最高米 每840公克要价10800日元 约是新台币3000元 同时向金氏世界记录 申请世界最贵的米 并在2016年7月11日得到认证 成功打响全球知名度 虽然世界最高米在媒体上风光 但若消费者根本不买单 就会让世界最高米失去了真正的价值 因此东阳稻米的做法是 在宣传的文案中 以数字强调世界最高米的营养价值 和一般白米有多少差异 让消费者明白花了每一分钱都值得 在面子里子坚固之下 让东阳稻米这间近60年的历史日本企业 成功跃上国际舞台 专卖店横跨欧美雅各国 光是台湾便能在7个地方购买到金牙米 在日本除了能吃到世界最贵的米 还能吃到一根要价 约台币180元的香蕉 这款由岡山县DMT农场种出的超厉害香蕉 最大的卖点是能连皮带肉一起吃 DMT农场利用冷冻溶解 绝醒技术 将香蕉的皱苗保存温度降低到摄氏零下60度 再将香蕉移到摄氏27度的环境中解冻 以有机无农药的方式栽培 历经过这段极端环境变化下长出的香蕉 甜度香气都比一般香蕉浓郁 最特别的是过程中巨大的温差 让果皮发育不完全 纤维较少较软 所以可以连皮一起吃 根据吃过的人形容 超厉害香蕉皮不像一般香蕉味道苦涩 难以下咽 吃起来口感薄脆就像生菜 其实香蕉皮本身很有丰富的血清素 维生素B6和酶的营养成分 因此坊间有着失恋要吃香蕉皮的说法 可以让人的心情愉悦 只是从前香蕉皮因为口感不佳 也有农药残留的疑虑被大众丢弃 而DMT农场用冷冻溶解决型技术 种出的超厉害香蕉 让拥有钢养价值的香蕉皮 不再只有被丢弃的命运 反而成为最大卖点 再来要跟大家介绍宝石鸡草莓 这么多国家都有生产草莓 那日本又能从中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东京当了11年资讯公司老板的 严佐大辉 常常香气小时候在家乡 工程县、山元亭、爷爷的草莓 冤历采草莓的时光 2011年3月11号 海啸袭击了工程县、山元亭 创办人严佐大辉的家乡 在一夕之间被移为平地 其中包括爷爷的草莓园 也让原本就人口外移的山元亭 一下子又减少了5%的人口 哭了一夜的严佐 撒定决心要为心爱的家乡做些什么 他随即在当月15日创办了 GRA诸事会社 希望透过自身IT专长 结合当地草莓产业 为山元亭注入新活力 海啸摧毁了山元亭 约4000座草莓温室 严佐团队在当地最艰困的时刻 提供了援助 并在同年9月创建了第一座 自己的草莓温室 十分重视农民经验的严佐 聘请了几位草莓农民 担任公司顾问和高阶主管 运用他们的知识 当作创新IT技术的基础 他还在公司内设立控制中心 专门监控温室中每个角落的湿度 与二氧化碳浓度 谨慎的种植过程就像替草莓抛光一样 产出的草莓如同可以吃的宝石 因此命名为宝石草莓 同时也是宝石草莓钻石标志的由来 严佐不仅成功振兴当地草莓产业 自己的温室也因此成为著名观光景点 每年从世界各地 行与约上万名旅客到此一游 游客数量就和当地居民一样多 人们到此不仅是为了拆草莓 也为了了解尖端设备而来 甚至还有电影制作者前来拜访 严佐对此表示 不论一个地区有多偏远 若当地有奇妙之处 有极佳的技术 人们自然会来 而且严佐不局限在日本市场 他看着印度经济成长 以及当地草莓的供给数 远不及需求数的庞大商机 在2012年4月正式进军印度 由于草莓本身脆弱易烂 因此他开发了其他利于出口的产品 如草莓气泡酒 与白草莓有机化装品等 因为拥有对品质的绝对保证 尽管一颗净重275公克以上的 宝石草莓售价高达约新台币306元 依然能在世界各地畅销 客户在日本 香港与新加坡 百货精品专柜 都能够购买到严佐的产品 严佐不仅成功让山元亭 比以前更繁荣 也成功将日本草莓推上国际舞台 不论是米、香蕉或是草莓 其实都是十分常见的农作物 但日本的农业技术 把产品发挥的淋漓尽致 使精品农业能在所有同业之间 做出差异化 同时能获得消费者认同 是因为他们做好了三件事 第一就是具备扎实创新的技术 第二加上专注细节的品质要求 第三就是量化成果行销的能力 进而造就了不凡的升价 对台湾的农业来说 或许也能激发更多创新点子 让台湾原先丰富的农产品发扬光大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